不知道您一分钟中文打字可以几个字呢? 全国艺化资讯运动会 今天在桃园新兴高中举办了决赛并进行颁奖 南区初赛约100人参赛 其中国中小各入选10个名额 而台南慈济小学就涵盖了1到9名 台南慈济中学也有2名学生获奖 台南慈济小学拿下了南区国小组的团体冠军 手指灵活在电脑键盘上游走 仿佛进行一场乐器演奏 台南慈济小学5年级的林启颖 在全国艺化资讯运动会南区中打出赛中 以每分钟54字的速度拿下第一名 常常练习专心的去看每个字 然后打出每一个标点符号 在这场比赛中总计有100多人参赛 竞争激烈 台南慈济小12人参赛 12人通通获奖 我们目前就是南区的10名 我们囊括了前9名 然后国中组的两位选手也都有在10名内 所以这次等于12位选手全部晋级到全国赛 台南慈济小学生今天北上桃园新兴高中 接受颁奖 以大会前所未有的好成绩 荣获南区国小组的团体冠军 学生们整齐化一的制服 也成为颁奖典礼上众人注目的焦点 大爱新闻学年香红树桃园报导 对于大爱新闻学的礼物 对啊 给并看